基督教信仰是合理的信仰 大家好 我是大鸟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想要跟大家来谈一谈新加坡的防疫政策 我从2009年来到新加坡 到今年已经快要13年 我的太太跟我的孩子都是新加坡人 我们都很喜欢新加坡 我们对新加坡的很多政策也很满意 尤其是这里的治安 而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想要以基督徒的世界观 来谈一谈新加坡的防疫政策 在这个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开始锁国 教会也开始停止所有的主日崇拜 一切的教会的活动 到后来渐渐走向开放 一开始开放聚会许可50个人 但是我们不可以唱歌 也都要戴着口罩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开始的时候 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病毒 它到底是怎样一个病毒 然后后来这个疫苗就研发出来 新加坡也开始推行了施打疫苗的政策 那我自己都好 我也打 我周围的人也很多都打了 政府呢 也走向一个想要与病毒共存的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但是渐渐的呢 我们就发现这个防疫政策 它慢慢的好像就把人分成了两群 一群就是打疫苗的 另外一群呢 就是不打疫苗的 那起初教会还没有什么反应 因为我们还是可以敬拜嘛 那我们可以在家里敬拜 或者我们实体的话 50个人还是可以一起来敬拜的 而且这个政策也渐渐的更加开放 让那些打了疫苗的人 可以有更多的人数 可以聚集在一起敬拜 然后渐渐的也开放 让小孩子也一起 可以参与在这个打了疫苗的聚会当中 这个是很好 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就是让基督徒可以回到教会当中 实体聚集一同来敬拜上帝 但是到了2月呢 2月开始这个防疫政策 他就开始把这个VDS 把它扩展到教会里面 这个VDS就是 Vaccination, Differentiate, Safe Management 过去那些没有打疫苗的人呢 他们可以来实体崇拜的 但是这个崇拜的人数 只可以局限在50个人 不管打了疫苗 没有打疫苗 都可以一同聚集 但是当这个VDS 扩展到教会里面的时候呢 换句话说 就是那些没有打疫苗的人 他就不可以参加教会的公开崇拜 Public Worship 当然他有给他另外一个Option 就是这些没有打疫苗的人呢 你们可以有五个人的Private Worship 那这一点作为基督徒 是让我非常的不舒服的 因为这个跟我的信仰 跟我的世界观是相违背的 虽然我打了疫苗 但是我身边也是有一些人是没有打疫苗的 他们也是有一些很合理的理由选择不要打疫苗的 不是随随便便讲的 不是讲说啊 这个疫苗就是受阴啊 打了之后你会中毒还是死啊 不是这样子 是有很合理的理由 可能是因为健康的理由 可能是因为副作用的理由 他们选择不要打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良心自由的选择 作为基督徒 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敬拜的自由 基督徒有基督徒的敬拜的自由 回教徒有回教徒敬拜的自由 印度教徒有印度教徒敬拜的自由 但是作为基督徒呢 我们的责任之一 就是我们要在主日的时候聚在一起来公开敬拜 不是躲在zoom的后面 不是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面 不是躲在youtube后面这样子自己一个人来敬拜 不是 我们需要一个实体的与弟兄姐妹在一起的这样子的公开的崇拜 所以当这个防疫政策进入到教会之后呢 这些没有打疫苗 他们公开崇拜的自由就被拿掉了 那为什么需要有这样子的区分呢 那以我的理解啊 为什么需要VDS 一点就是他们认为讲 这样子可以保护那些没有打疫苗的人 因为没有打疫苗的人 他比较容易被感染 而且他感染了之后呢 他的这个症状是比较严重的 为了要保护他 所以就不让他来敬拜 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也避免这个疫情变得更严重 以免拖垮这个医疗的系统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数据是什么呢 现在在新加坡打了两针 就是打了两剂疫苗的人 有90% 就100个里面有90个已经打了疫苗 还没有打疫苗的人有10个 所以在这个社会里面按照政府的理解 我们大部分的人其实都已经受到了疫苗的保护 但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哦 这些大部分被感染的人哦 他们仍然是那些打了疫苗的人 至少在我身边大多数这些感染了这个疫情的人 那他们都是打了疫苗的 而且是打了两针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那可能我们可以想是因为他打了疫苗之后 他就觉得我已经受到保护了 那我又可以去外面吃 现在我也可以在和客吃饭 也可以在restaurant吃饭 相对于那些没有打疫苗的人 他们可能就没有那么谨慎了 那当然这个只是我自己个人的观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合理推断的 而那些还没有打疫苗的人 为什么他们不要打疫苗呢 当然有很多原因 不单单是因为他们反对疫苗 或者讲反对政府罢了 因为选择打还是不打 应该是个人的自由 个人的良心自由 那在过去那些没有打疫苗的 他可以回去上班 他可以去教会 那只要他做了ART 但是现在VDS进入到教会之后呢 他把这个做了ART 然后再来上班的 这样子的一个条例也把它拿掉了 所以以我的理解我就发现了 他这样子就好像讲 我们现在我们要保护这些还没有打疫苗的人 那怎样子保护呢 我们就限制他们的行动 就好像我要保护我的孩子 那我要怎样保护我的孩子 不说外面的人干扰他呢 我就整天把他关在一个笼子里面 整天把他关在我的家里面 这样子的话 别人他就不会接触到他 他就不会感染到什么感冒啊 发烧啊 山峰啊 他都不会 他就很安全在这里 这样子合理吧 作为基督徒 我们相信 人活着不是单单是为了食物 更是为了天上的食物 我们需要天上的灵粮为来喂养我们 这个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公共的崇拜 我们需要听牧师的道 我们需要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 但是现在这样子的政策呢 就导致这些没有打疫苗的人 他就不能够参加公开的崇拜 那当这个政策下来的时候 教会有没有声音呢 那我自己知道公开去跟政府提出这个反对声音的人 有一个天主教的教会 还有跟他们反映出这样子的声音 但是之后当然是不了了之啦 之后仍然是这样子的政策下来 当然我们会理解政府需要来进行这样子的防疫的措施 来防止病毒的扩散 我们也理解政府会面对很多的压力 要怎样子是最好的政策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这样的情况还要多久呢 没有打疫苗的基督徒就要被分别出来 就不可以公开崇拜 还要多久呢 现在不管打疫苗没有打疫苗 你都可以在外面运动哦 不用戴口罩哦 你可以去NTUC买菜 你可以去拜年 你可以去拜访别人的家 但是你现在你不可以去教会崇拜 这样的情况还要多久呢 其实我知道不只是新加坡 马来西亚也是有这样子类似的政策 当我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想起圣经里面的一段经文 记载在《出埃及记》第5章第1到第5节 那这一个是摩西还有亚伦对法老说的话 第1节这边摩西跟亚伦他们就去见这个法老 他对法老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荣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洁 他就是像法老说 让我的百姓让上帝的子民让他们可以去旷野去敬拜这位上帝 法老是怎样回答 在第2节他说 耶和华是谁 使我听他的话 荣以色列人去呢 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荣以色列人去 摩西怎么回答 摩西说 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 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 走三天的路程 既是耶和华我们的神 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 这个法老就对他们说 摩西亚伦 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公呢 你们去当你们的当子吧 又说 看哪 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 你们竟叫他歇下当子 摩西跟亚伦要求法老许可 以色列人到旷野里面去敬拜上帝 但是法老不许可 法老说 耶和华是谁 我干嘛要听他的呢 上帝是谁 我干嘛要听他的呢 结果之后怎样呢 就发生了十灾的事件 就发生了过红海的事件 今天对教会来讲 对基督徒来讲 难道面对这样子的政策 我们不发生吗 难道我们心里面也不会感觉不舒服吗 在2018年的新加坡的一个调查发现 有大多数的新加坡居民认为说 这个宗教的领袖应该远离政治 不要讲政治 有一半 大约一般的基督徒 他们受访问的时候 他们反对宗教领袖公开反对 跟他们的宗教信仰相抵触的 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基督徒就会讲 我们要顺服再三掌权的 对没有错 我们需要顺服再三掌权 因为我们相信他的权柄是出自于上帝 但是我们仍然有我们表达言论 和表达宗教的自由 我们是可以发表不同的声音的 不是叫你要反对政府 不是叫你要反抗政府 不是要叫你要上街去拉布条 不是代表说要你去推翻这个政府 像摩西当他去跟法老说话的时候 他不是带着反抗的动机去的 他不是要带着以色列人来搞革命啊 摩西为什么跟法老讲这些话 因为首先摩西顺服上帝的话 而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顺服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顺服在上帝的命令里面呢 还是我们连发表言论的自由 我们都自己把它丢掉了呢 上帝给我们不可停止聚会的命令 我们也丢在脑后了呢 所以教会需要悔改 基督徒需要悔改 最后我们也是理解政府在施行这样的政策的时候 他有他困难的地方 他有他需要去斟酌的地方 但是我们盼望可以快快的恢复到正常 我们也需要为我们的政府祷告 求主赐下智慧给他们 让他们晓得怎样很好的预备这样子的防疫政策 让他们晓得他们的权柄是来自神的 国家交给他权力交给他 是因为上帝把这个重担给了他 用来荣耀上帝 而不是为了荣耀自己的食欲 不只是为了经济 人吃饭是为了活着 但是人活着只是为了吃饭吗 我们盼望我们可以早早与病毒共存 不是只有那些打了疫苗的能够跟病毒共存 也包括那些没有打疫苗的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 有各种不同的宗教 各种不同的信仰 各种不同的种如的人 我们不是要故意造成分裂 我们是要避免分裂 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不同的声音 都能够表达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当中 如果我们跟病毒可以共存 为什么我们跟没有打疫苗的人不能够共存呢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我们就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